乾杯 从热门韩剧或多或少可以看出 韩国人爱喝啤酒的程度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统计 韩国人均每年可喝掉12.3公升的酒精饮料 位居亚太地区首位 当然宿醉也就成了人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现在他们可能不需要太担心了 一款为了饮酒人士而推出的解酒冰淇淋 正式在韩国的便利店开始开卖 这款葡萄又口味的冰淇淋 含有0.7%的直菊子果汁 据17世纪的韩国医书记载 直菊又名拐枣 是一种传统的新酒药材 而且《神经科学》杂志2012年刊文指出 直菊树榨取物在临床试验中 可有效降低白老鼠的醉酒程度 在韩国工作伙伴或同事之间相约饮酒是一种常态 商业数据显示 治疗宿醉的药物 饮品 乃至相关的女士化妆品等产业 每年可贡献约1500亿韩元 而各种新酒汤更是餐馆菜单主要的一部分 当然饮酒过量也带来很多问题 韩国国家健康保险政策研究所的研究表明 2013年因饮酒而导致住院 早亡等的经济损失高达9.45万亿韩元 所以为了避免损己害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 改掉饮酒的嗜好 想个聚酒的好方法 应该才是解决问题的上上之策